许多工厂24小时轮转 工业占全台用电八成 就快到用电高峰的夏季 避免限电危机再上演 证愿拍板定案 用电大户强制节电条款 大户的部分超过1000瓦以上的用电户 我们希望有一些更积极的措施 也就是说当被转容量90万千瓦以下 亮红灯限电警戒时 全台3600户 1000千瓦以上的用电大户 必须要强制节电最多5% 否则加收一笔电费 超过用电的部分 我们会有加收电费 但是这些费用 我们并没有纳入台电的 这种资产里面来 它是有一个专户的方式 把它存继起来 当这些用户未来 再配合改善节电 做一些节电的措施 要投入的资金的时候 这些钱还是会还给我们的用户 原来的那个用电大户的设定 一般过去都是800K瓦 那这次还放宽到1000K瓦 现在目前节能减碳发展 再生能源已经是一个国际趋势了 你就算不配合政府 你也要去配合你的这个产力链政策 专家表示赞同 也透露Google Apple这些国际大厂重视节电 同时希望他们的供应链伙伴 像是台厂能符合节电 与再生能源标准 环宇新闻 郭艳婷 陈淑曼 台北报导